郭德刚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但那段失败的婚姻,赋予了他最珍贵的大儿子,郭麒麟。 后来郭德刚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慧,婚后王慧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,但是因为已经有了郭麒麟,心中有顾忌,担心伤害到孩子,郭德刚也是犹豫了十九,最后坚定信念,一定要生,也算是报答夫妻恩爱一场。 于是郭德刚有了一个二胎儿子,如今郭德刚对这个小儿子极尽宠爱,到哪里都要抱着,宠爱倒不行,去年郭德刚在钢丝节上说相声,正说着郭德刚的二胎儿子跑上台来了。 郭德刚马上停嘴,抱着儿子签约了一番,让大儿子郭麒麟给抱下去了。 郭德刚晒儿子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,三方五次的把儿子抱上的云舍的舞台,经常是说着说着,就跑到后台把儿子抱来了。 郭德,给全场观看,很多更斯德纳闷,没见过这么宠爱孩子的,老郭只是多喜欢这个二,他爱儿子。 你考虑过郭麒麟的感受吗? 郭德刚给小儿子起的名字也十分讲究。 不少网友表示,竟然不认识这是什么次。 还有网友调侃,老郭是文化人啊,儿子的名字必须有内涵,据爆料。 郭德刚的小儿子叫郭芬唱。 郭芬唱中的唱,是唱的繁体字。 至于为什么要用繁体,显然是老郭故意的。 郭德刚虽然绿绿把儿子抱上台,但是他绝不允许小儿子,再像大儿子一样也去说相声。 郭德刚说,多欺凌说相声我都后悔得不行不行的,我可不让他干这玩意。 又来说,我也不说相声了,我也去当个什么工人,干点什么也挺好的,可不干这行业了,太坑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